說這麼快又入了秋 所以我家又開始煲臭皮醋 我就說這種醋這麼臭 整股臭味為何仍然會有人喝 我老爸說這種醋又叫長壽醋 在佛山清遠廣州的女士都不知多喜歡吃這個醋 因為美顏一流 我說美顏用美顏相機便足夠 他說你都不識貨 都不是一名合格的廣東人 確實我承認我不夠合格 因為有很多廣東的美食物 我都不敢吃 例如堪稱江中東蟲下草的樓棋 樓棋亦即是我們所說的和蟲 樓棋的叫法是福建的叫法 在廣東這種蟲要怎樣製造 都有說不出那麼多做法 例如斗門的食法 就要將和蟲炒至爆漿為止 而在廣佛多數會用來煎蛋或蒸蛋 又或者拿來焗 而越西吳川對和蟲的做法 就是怎樣都可以 我老爸說和蟲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很高 就算有那麼多污染的地方 和蟲都長不生 所以有和蟲出沒的地方 都是好地方 廣東人吃和蟲的習慣 其實不是為了獵奇 而是祖先流下來的 亦都是因為吃了牠對身體好 有多好想知道的話 就自行查閱 因為太長篇了 所以說廣東為何可以這麼優秀呢 連和蟲都可以損入非位 我老爸現在時不時都還會弄兩口 我就說吃還吃 過下口刃就算了 不一會兒 乜酸乜酸有高 他就說 定啦 養生我比你厲害 確實 他們這批新潮的銀化一族 是真的很優秀的 跟著家欣走廣東 換他就知道多些